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我心目中 大黄当然有是非 米雪也有是非 少一点 但我都是一些市场好的朋友 我会觉得在娱乐圈内 你说他对社会有什么大贡献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为之贡献 他曾经令你笑 已经有很大贡献 值得他拿这份工资了 你说如果我们生个女儿 像如无年那样 小时候应该担心他读书又不是很厉害 时势又差 他又不是那么漂亮 但结果他人生很圆满 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 你可以觉得他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好 另外 说这个美不美 见仁见智 他很厉害 说读书很厉害 说入香港U 接着做到保安局局长 我不说林郑 我随便一个官 但是说林郑都可以 林郑 她明明有这种能力 有这种学力 终于去到这种大位 他应该能够做得更加多 我不说福音 看守着政府 令香港人安居乐业 应该都是一件 他做官 做官来的 官来的 大哥 那结果是怎样呢 你如果这样对比 你怎样能够计划 怎样能够计较 你怎样能够计较 两个在这个有钱里面 两个的样子 说这个都诗正一点 读书又叻一点 家庭背景都好一点 也都聪明醒目 说事实上他出去做事 都真的很有能力 也不是一个有戴獨心肠的人 是个人执着点 骄傲一点 但是这个执着骄傲 本来在任何人身上影响都不大 但是谁知道 你猜不到会做到一个小镇的一位 你说去到这样 你说人生多奥妙 我是對余慕蓮充滿著尊重 對林鄭月娥充滿著憤怒、痛恨 但是再給你選擇 如果再給你選擇 你寧願做林鄭月娥還是余慕蓮 這個也是很哲學的問題 即使去到這樣也好 好了 這一件事我真的不太想說 因為我有什麼好說 就是繼巴黎、長榮、桂冠、酒店 你沒有說五星旗引起風波 那個禮拜我就在馬拉 就沒有說過巴黎、長榮、桂冠這件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是挺拿來自的 為什麼呢 當然不關長榮他們本身的事 但是你自己本身的經理 你為什麼要剪走五星旗 你自己本身都少想起 因為那次奧運會 那有沒有參加 你最不喜歡的中共國 我剪五星旗 有嘛 有參加你是佈置奧運的 那你就有勾去掛賣 你做了這些事 其實就是五十步笑八步 其實我們是笑咎這些 一冷洋 自己拿來 所以搞到現在這麼嚴重 題外話不說 好了 類似事件竟然在河北石家莊上演 有一個自稱叫撥撥不講理的內地網紅 在河北西等酒店發現 為何掛著這麼多國旗 沒有掛過五星旗 當場向酒店人員提出抗議 然後還拍片 發布在網絡上面 引起廣泛關注 他當然會見到 那種建業生氣 被我找到了 你沒有人騎屌 你這次還沒有人騎屌 還沒有人騎屌 我出來 不需要你去背後的原因 不需要你的酒店的原因 Anyway 我先出來 我就出了位 他可能這樣想 不要你以為他一定是 失敗了 所以近來不現身 或者不肯夠學歷 不肯夠知識 他可能知道 你夠來 我先出了位 好了 事件發生在石家莊希爾頓酒店 當然是美國的品牌 根據這個網紅不講理 發布的影片說 他在酒店大廳發現 懸懷了很多國旗 唯獨沒有中國國旗 立即叫來酒店工作人員 執行他 還不怪五星旗 這件是非常嚴肅的事 他在影片中說 你知道 你就是那個土地上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 以後 就在講 喀喀喀喀 一定趕快掛上去 你也有 這個中國國旗 人家就搭去酒店的石頭 他說 這件是歐洲果渣杯 這件是歐洲果渣 中左美酉參加 他說 我沒有你 我沒有關你 你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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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阿 美酉也要關上哪個果汁 快點 你這給我 我之心是美酉 就吵咬下去 好了 面對她的強烈要求 結果最後酒店 唉 怕能夠你 是把全部的旗拆掉 不能搞這個議案 他拍完影片,放在網上,就引來熱熱,先不要說,原來酒店掛了這個旗,其實已經過了五個月,還不能撐底,原來是講歐洲國家盃的,那些旗,所以有些網友發言語,你不要說亞洲中國,連歐洲沒有分入決策的國家都沒有,他那支旗, 南歐洲也沒有,巴西也沒有,第二,有人就說,哇,不用那麼過度敏感啊,沒有理性啊,令人想起文革時期的極端民族主義,現在這個文革極端民族主義在大陸,都未算很成行,在香港就會很成行,張會,我考試,OK,他說,哇,這個先生,由頭到腳都沒有中國元素啊,因為怎樣呢,又穿like,又穿了,你那種adidus,沒有中國元素的,好啦,用iPhone, 有些人就說,唉,對酒店的處理服務,懂得理解的,那不是怎樣呢,他拆散了旗,就避免事態中了暴復升級,老實說, 你們要不要說他,我真的說,這次我真的支持他,這個人,他一開名字已經說,他這個網紅,他有疊疊不講尾,他也不講尾, 是呀,上了位,上了位,是嗎,紅了,他目的就是這樣,以後那些片一定多人看很多, 喂,起碼我都知道,他直接不講尾,就是看你怎麼不講尾,他就是不講尾,他說明白的,他難道跟你講道理嗎,他就不講道理, 對呀,如果你想,你被人利用這些,最無恥,一個人呢,是很無本事的人,我說的,很無本事的人, 才會炎耀自己的民族有多威,喂,如果自己有本事的, 哇,學官,中西幾個學歷,我炎耀那些味道,炎耀我的國家有多強大, 我炎耀你了,我發明汽車,哇,我發明,炎耀你了,我在做晶片, 喂,四大,是不是,發明了,菜輪造紙都好一點, 喂,這樣為了OK,都可以吹一下,我需要動一下,沒有,炎耀你了, 喂,知不知道,炎耀你了,我鄉你好厲害的,你鄉你是誰,馬適瑜, 真的要攀龍附逢,喂,我老婆,我老婆好厲害的,炎耀你了,我是,你老婆老婆多厲害的, 好厲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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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我老婆的契仔,對呀,原來就是, 原來就是,誰呀,就是MC呀,現在唱歌的, 就是這樣來證明自己,我吃過那間餐廳,李嘉誠都去吃的, 喂,你有沒有見過Elon Musk,今次的Elon Musk, 我見過,我真的見過,Elon Musk, 你見過,原來呢,有一次,不知道在哪裏, Elon Musk,埃塞俄比亞,還是去返南非貪人, 你後面呢,80人拍那張照片是你其中一個, 那些,喂,如果,但是呢, 有些人是慘到,連這些都沒得說的人呢, 就會說,哇,我請啦, 你老婆,你說是多嚴重, 這部電影我有片的,大家上網看, 這一部電影叫做《步步驚心》, 我相信大家找到的,《步步驚》就不用我說, 《心》呢,就是芯片的《心》, 即是草花頭下面的《心》字, 即是晶片,簡單來說, 喂,原來我們國安部的微電影來的, 《步步驚心》, 哇,這一部我覺得呢, 真是想像力很豐富, 喏, 電影電視, 或者這些微電影, 其實只有兩個元素而已, 一個元素呢, 就是創作, 一個元素呢,就是製作, 說來說去, 脫不開這兩樣東西, 創作和製作, 那香港的電影, 為何不想好看呢, 近年, 沒有了, 好像那天這樣, 我不斷亂按, 我Netflix手抹, 按一套, 我當年, 看過電影一次, 在戲院, 八幾年, 沒有看過的, 叫做《奇蹟成龍組》, 我們撇開了我們對成龍的感覺, 《奇蹟》是否很好看呢, 如果你用救病, 《奇蹟》呢, 龜雅雷就很不行, 龜雅雷怎麼會不行呢, 不懂做的, 格格不入, 即是在那套戲裡面, 有沒有看《奇蹟》? OK, 即是等於, 鞏鯉, 在唐伯虎點秋香, 因為有周星馳, 我們看八九八次, 其實都是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即是, 無法進入, 當時的港產變的那種味道, OK, 那天我在播了幾, 一會兒, 我兒子說, 這是甚麼來的? 我說奇蹟, 我沒有再出聲了, 因為你強行去看, 他不看, 他當然問了, 這是甚麼來的, 接著要再看, 我們曾經, 我從來都不喜歡成龍, 但是不討厭他, 在那時候, 都會看戲的, 但是, 即是不能夠否認, 當然, 《雙周一成》 這個是有原因的, 但是, 現在香港不想怎樣, 你去《雙周一成》 去哪兒呢, 是不是要回來拍下東西, 有能力, 我對成龍, 《星仔無期望》, 你發歌都沒有, 對吧, 即是說甚麼, 好了, 為甚麼好看? 因為那時候, 他們製作雖然簡陋, 但是, 那時候的電影人, 你不信, 大家有空, 我找電影人上去找, 他們那時候一年, 喂, 小姐有二百多套, 每年, 我看過微博, 即是看過Wikipedia, 有些三百多套, 沒有那麼誇張, 如果這個三四百套, 可能是沒有上過, 即是沒有上過香港的, 就像是袁斐他們那些, 在外面播放的, 或者拍影片的, 如果你說上過電影的, 二百多套, 其實都很誇張, 二百多套, 即是一個月二十多套, 新片, 港產片, 所以那時候, 他們呢, 不要說演員, 就算是導演, 監製, 製片, 美術, 有時候, 雖然一方面很忙, 但一方面都有一些, 拼的心, 因為那時候, 社會正向上升, 所以, 我們的製作, 雖然一般, 但是, 我們的創作, 都是很天馬行空的, 好看的, 好了, 那這些任何事, 都是這兩份, 那你現在, 製作, 因為我們浮沫了, 製作條件不夠, 是吧, 因為我, 而創作呢, 第一, 以前就限於, 因為我們就在大陸, 那你就就著大陸來創作, 是吧, 好了, 現在我不管大陸, 那些人又去馬拉又成, 又回來香港, 但是, 你的, 創作香港現在的, 這樣的環境, 整體社會又沉淪, 你又創作了什麼好東西呢, 以前港產片, 其實很荒謬, 他最好看的是什麼, 我講過很多次, 其實, 就算英雄本色, 他都很多瑕疵, 很多範駁位, 但是, 以前港產片, 是看到一種活力, 看到社會向上的動力, 現在港產片, 你不知道為什麼, 他怎麼拍得好呢, 你都覺得灰蒙蒙一片,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心灰色, 但是這一套, 步步驚心, 好東西, 充滿想像力, 我認為這套東西, 如果我們有金雞獎, 大陸那是否金雞獎, 叫你金象獎金馬獎金馬獎, 這個國家無論如何, 這個獎都會叫金雞獎, 他真是, 真是好有自知之明, 你不要說, 又不叫金鵝獎, 又不叫金龜獎, 他電視上不知道怎麼叫金鳳獎, 金鳳獎, 又不叫金雞獎, 好東西, 不是啊, OK啊, 步步驚心, 這個步步驚心是說什麼呢, 我認為, 很有想像力, 他還說, 他還怕寫人知道, 內容是用真實事件改編, 真實發生過這些事情, 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是說什麼呢, 故事講述, 中國某科技公司的芯片, 研發進入最關鍵的時期, M國, 有一個叫M國, 不知道什麼, 間諜情報機構, 加緊對相關研發資料的情報收集, M國的間諜情報機關人員, M國, 以學者身份顯示自己, 假正學術交流之名, 那個還是鬼佬, 要簽名計劃啊, 不是啊, 那個還是鬼佬, 那個M國那個, OK, 假正學術交流之名, 潛入中國, 趁機, 趁機, 等機會去攝取晶片的研發情報, 中國某科技公司的科技人員, 潘某某從事高階的晶片研發工作, 曾經在M國有留學經歷, 其間他為了償還巨額的賭債, 被境外的間諜, 可能是M國啦, 境外的間諜, 列為重點拉攏的拆反對象, 用錢去收買他, 提供協助等等手段, OK, 威逼他交出晶片研發的資料, 面對金錢的誘惑, 他又欠人錢就成功, 潘某某決定定義走險, 就幫M國, 但是就在他洩漏資料前, 他姐姐發現, 咦, 有些不論對路啊, 於是乎, 就向我們偉大祖國的安全機關舉報, 當局逮捕相關涉案人, 成功斬斷, 撤取資料的黑手, 終於避免了核心技術, 機密外流啊, 嘩, 這個重要是, 真實事件改編, 老實講, 想像力是非常豐富, 但是, 如果這些要拍好一點點, 基於真實事件改編, 我會改一點點, 第一, 不要那麼老人通過家姐發覺, 這個潘某某, 可不可以是他答應了做, 即是人性化一點, 為M國去偷資料也好, 或者外國, 最後呢, 他都有一個掙扎的嘛, 就是, 我賭錢, 我難賭, 但是, 我現在做什麼, 我自己, 我竟然, 屌你了, 他也是從事高階深片研究, 將我偉大祖國研究資料, 這樣交給M國, 因為我自己軟弱, 最後, 一刻, 屌你了, 喂, 他捨身成人, 這樣也好一點, 不是, 因為他整條女, 有畫他, 有撥東西的片段, 不是,這樣一定會, 但現在你最老頭就是, 是姐姐發覺, 而那個鏡頭可能是拍到這樣的, 當他在偷東西的時候, 姐姐拍到長邊, 給姐姐的樣子, 伸了一點點出來, 這樣就可以拍到, 因為是微電影來的, 喂, 想像力真是好, 不過他真是真實他改編, 不過, 冰和賊的角色吊了,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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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納米, 你做到良率, 如果可以不用被人彈課, 有七八成你才說話, 高端晶片, 我也很想, 人家已經是智能手機, 你那一部就Lucky, 你説智能手機, 吵你Lucky的, 我想問問各位網友, 既然現在是2023年, 應該是2023, 不是2022年, 陳茂波, 他說要搞一個, 什麼樣的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在香港, 什麼樣的正高階晶片研究, 現在是2023年, 財政預算案, 在香港, 現在是2024年, 不能搞什麼東西出來, 各位網友, 吵你了, 吵你了, 無係, 那時候, 說要一個個年, 吵你了, 做毛巾都說搞晶片, 有什麼高階晶片搞出來, 請問, 好, 另外, 我們看看這個, 男仔出一下照片, 1至4號照片, 只要有恆心, 鐵柱都黃成針, 山東有個260磅的肥仔, 其實呢, 我很懷疑, 又沒有260磅, 除非是一米八幾, 否則他這樣, 未必有260磅, 我最肥的時候都是230磅, 我最肥的時候都是230磅, 260磅很厲害, 因為肥胖影響健康, 所以他決定轉工, 他本身做什麼呢, 他是做導演, 做拍攝的, 由於作息不規律, 最高峰的時候260磅, 身體狀態就像這樣, 呼吸又不好, 為了恢復健康, 他決定離開自己喜歡的工作, 老實說, 其實呢, 你就算呢, 繼續做導演, 你有這麼大的決心, 你也是可以呢, 不用轉工, 而可以keep到的, 我覺得, 那他做運動, 美國隊長, 是的, 由朝九晚五的工作, 就變了定時很多, 放工, 健身, 每晚10點回家, 不懈堅持到現在, 去減到大約154磅, 154磅是對的, 他最初說呢, 我以為他減到110磅, 原來是減了110磅, 154磅, 我們先看看成果, 繼續做, 最後, 粉紅色, 嘩, 其實最重要, 肯定是P圖, 就是容貌易責, 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其實呢, 如果差100多磅, 是可以差很遠的, 輪廓都出來了, 而且輪廓都出來了, 但是呢, 你看那些衣服有沒有那麼白, 這樣也有個基圖, 是可以, 變成韓星了, 不是, 是可以差很遠的, 是可以差很遠的, 你肥同瘦, 你需要什麼呢, 有些女兒, 叫那些女兒, 很肥呀, 很肥呀, 但你覺得是潛力股, 她知道瘦到, 但她瘦不到, 終於有一天, 三年三幾年後, 她瘦到, 很瘦的, 隨時, 她這些根本就是影兩瓶做運動照片, 對呀, 依然留意了那些身材, 對呀, 那你也不奇呀, 甚至乎, 不是呀, 甚至乎, 本來她就是現在的學員, 她弄得那些肥肥照片, 是, 好, 休息一下,